下午四点钟,香港深水部西九龙中心的一家快餐店里,老板郭德英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烹饪食物。 这家名叫空姐牛肉饭的小店开业三年了,虽然只在商场的餐饮楼层占据一个小小的位置, 但因为牛肉饭为美价廉,一直享有良好的口碑,最近这家快餐店却突然遇上了麻烦,生意急转之下。 订钱啊,大家都看到我们都不是买单的,我们买票的而已。 事情的起因是郭德英在网络上说了一些所谓不该说的话。 这三个月来,暴力事件在香港持续发生。 8月13日,示威者占据了香港国际机场,许多旅客形成受阻, 更有两名内地人士被激进示威者殴打。 曾做过空姐的郭德英看到新闻后十分气愤。 他在个人社交平台Facebook上大呼,沉默是有限度的。 其实最激发我开始发声的时候,就是看到机场。 他们进去搞机场的时候,就是搞得很混乱。 也影响了很多乘客,外国乘客。 看到内地一些记者,他们如何对待一些内地记者。 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就是,过门都是客人。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客人呢? 还有我自己做空姐做了这么多年,一旦见到机场那个画面, 我真的很伤心,我那晚真的哭得出来,真的哭得出来。 那么我觉得我不可以再沉默了, 我都真的要一起发声去支持一下这个社会, 要多一些正常的声音出来, 不要只是得一些反对的声音,一些暴力的声音。 郭德英在Facebook上接连发声,反对暴力。 还对执法中受伤的警察表示慰问和支持。 与沉默的大多数一样, 初期郭德英并未选择发声。 他坦言,做生意,许多时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发声未必会有很大影响力, 但一定会有很多持不同意见的人前来骚扰。 而这份顾虑,在其后事态的发展中得到证实。 郭德英说,那几天快餐店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的生意。 绝对有压力,绝对有压力。 你知道他们的通讯很发达的嘛。 那一传说,这家是蓝色的, 然后很多人就会来攻击你之余, 就帮你广泉, 然后就叫其他人不要来吃你,杯葛你。 当然生意一阵子会立刻下降。 一间店铺,就算我们这么小的店铺, 其实都牵连三个家庭。 我两个员工的家庭的生活, 还有我自己本人的生意, 最少影响到三个家庭。 郭德英在香港深水部长大, 在他的记忆里, 周围的人热心有爱,互帮互助。 因此,从事了15年空姐之后, 他又回到了自小长大的地方, 开了现在这家空姐牛肉饭。 郭德英不曾想, 悠然平静的生活会被骤然打破。 快餐店所在的西九龙中心 紧离深水部警署。 在近期的暴力示威活动中, 警署多次受到冲击。 有一晚收工回家时, 他见到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对峙的场面, 而空气里都是硝烟弥漫, 郭德英觉得心惊胆战。 为什么今时今日香港会搞到这么样? 也都很心痛香港的年轻人。 为什么可以变成今天这样? 因为我从小到大认识的香港是这样的。 大家是很有爱, 互相帮助, 很有礼貌, 不是每一天都充满打打杀杀, 每一天都大声地说粗口骂对方, 甚至乎打架, 或者发生一些流血事。 而最心痛的就是这帮示威者多数都是年轻人。 而将来的社会就是属于他们, 将来的香港就是属于他们, 所以我都说将来的香港原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今时今日动, 大家心不忠痛, 怕不怕。 他们将香港老一辈, 我们爹地妈咪, 甚至乎我们爷爷妈妈那一辈, 身身苦苦建立的一个香港那么成功的, 那么文明的国际形象, 两三个月之内会影响到。 幸运的是, 空解牛肉饭被欺凌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 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一些市民特地来店里跟郭德英说, 支持你,加油, 还手写了新意卡送给他, 这让郭德英觉得备受鼓舞。 他说自己并不后悔, 也希望更多沉默的人能站出来, 让社会多一些正义的声音。 很有心, 这个是其中一张,比较大张一点。 有很多小小张的心意卡。 希望多一些沉默的人, 好像我以前那么沉默的, 开始慢慢去发声, 去给一些正常的, 有良心的声音, 市民带中, 政府和警队去听回原来是有人支持他们的。 所以你问我是否后悔, 我是不后悔, 因为我真的很想, 感染多些人继续去发声, 去给社会和警队和政府知道, 我们是会支持一些合法、合情、合理的事情。